陈文倩并痛缠身以利遗嘱。报节目接班人是她。 陈文倩身体越来越差,在脸书专页上征求节目接班人。联合报系资料照。 陈文倩,曾被李敖赞赏为最聪明的女人,她所主持节目《文倩的世界周报》,至今已播出12年,对于国际大事有其深入的观点。 但凌晨脸书官方粉专发出重大公告,表示由于主持人随着年纪增长,身体越来越糟,因此公开征求接班人让节目持续下去。 文倩的《世界周报》的脸书BO文也表示,目前陈文倩已经有相众一位接班人,她可站,可坐,可上桌。 文倩,纯真,寒帅,观众们一定都喜欢,开玩笑的BO出陈文倩所饲养的柴犬在主播台上的照片。 公告中表示,征求接班主持人的目的是要让优智的节目继续下去,甚至要更涨一层楼,因此她欢迎所有的人,推荐适当接班人选。 事实上,陈文倩自出生就有自体免疫系统疾病,多年来病痛缠身,曾患有肾病,还被发现过有良性肿瘤。 陈文倩因为婚无子女,早已立好遗嘱,会将遗产留给自己饲养的柴犬,一只一百万,以免自己病逝后爱犬无人照顾饿死。 脸书全文如下,重大公告。 文倩的世界周报已经播护十二年半,这段期间,主持人老去,身体健康状况愈来愈糟。 但谁是接班人,才可以让此优质节目,延续下去,甚至更上层楼,更具特色。 我们欢迎所有的人,推药适当节班人选。 目前陈文倩小姐已经看中一名储备人才,她可战,可作,可上桌。 纯真,坦率,而且你们一定喜欢。 拜拜! 拜拜!